欢迎来到刺猬帮频道 很高兴我们又再见面啦 大家还记得一个跟星际大战一样经典的老电影 《回到未来》 最经典的就是那台可以穿越时空的旅行车 车上搭配炫目的各种仪器 还有起飞时两条着火的轮胎横 虽然年代久远 但仍然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科幻电影 有一天一个伙伴询问我们 他有一台回到未来的经典模型车 想修复车上所有的灯光 其实这台模型车原本就有灯光了 但伙伴入手时才发现 前一个悠悠者交给他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会亮了 我们说好吧拿来看看 没想到这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收到包裹时被吓到 我卡超大的箱子 打开后一包一包的组件陆续拿出来 从这些个别的组件可以肯定 这台车真的很精致 这是尾灯 前车灯保险杆 紧张到开始动作都变成小心翼翼的 终于到车体了 哇雷真的好重啊 车体至少有10公斤我猜 看起来车体应该全金属的材质才会那么重了 还有轮子掉了 先捡起来 我们先大概把组件装上去确认一下位置 但实在是太重了 我们每次移动它都非常的紧张 生怕一不小心就把零件撞断了 轮胎预设是可以翻平的 因为电影里面起飞时 轮胎就是摆平的状态 第一步 从电池盒位置先送电试看看 这里我们用可乘式电源供应器 模拟电池输出4.5V电压来送电 因为电源供应器有输出数值的显示 就可以判断输出电源之后 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结果不出意料 完全没反应 没有任何电流 好吧 开始检查线路 是不是哪里线路接错了 不检查还好 一检查发现所有的线素编号 全部都是乱的 几乎没有一条符合逻辑 这个编号的公头 对应的木头竟然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而且有一半以上的接头 是完全找不到的 我想这下糟糕了 这肯定是大工程 而且这些线 有上百条 不管了 先单独送电给灯泡点亮看看吧 这时电源供应器 可以设定输出上线电流 让LED可以直接点亮来做确认 也发现有很多灯 已经坏掉不亮了 经过很长时间的一条一条检查 同时想办法把车体拆下来 但太复杂了一直拆不下来 经过好久 大家只说了一句话 放弃吧 太难了 线路太乱了 都凌晨了 回家睡觉吧 然后默默的再把模型车装箱 隔天我们不死心 又把它拿出来研究 花了好长的时间 结论是 放弃吧 太难了 闲路太乱了 都凌晨了 回家睡觉吧 然后默默的再把车子装箱 然后日复一日 有时候我们拿出来查一查 然后很失望的 放弃吧 太难了 线路太乱了 都凌晨了回家睡觉吧 然后默默的再把车子装箱 就这样不知道从箱子里 来来回回多少次 我又进来啦 我又出来啦 打我啦 笨蛋 你说为什么每次都要装回箱子 因为车子实在是太重了 怕放在开放空间有任何闪失 我们人不死心 继续看着车子发呆 终于在一个佛祖保佑的夜晚 终于找到办法 把整台车都拆下来了 确认电路板的功能完全失效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把车里上百条的电线 全部重新整理 一条一条确认对应的灯光 然后用电源供应器微调输出 一颗一颗单独确认合适的亮度 然后来推算合适的电流 再透过公式 计算要加多少对应的电阻 来做线流 然后每一区的灯光 再集中整合 就这样一条一条 一颗一颗的处理 也把所有失效的LED都换新的 每亮一颗灯 心里就觉得离成功更进一步了 最后顺便帮模型车改成USB供电 这样就可以24小时持续点亮 不怕电池又没多久就没电了 经过漫长的手工之后 我们来看结果吧 结果二小时数字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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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н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 有灯光点缀下的模型车 是不是整个感觉完全不同了 看的都觉得有点感动 花了两个月这么久的时间 终于把它搞定了 你也是不是跟我一样感动呢? 接下来就分享大家 如果你的模型要加上LED灯 要怎么接LED线路呢? 如果你觉得影片还不错 请你帮忙点个赞鼓励一下啦 我们先从基础说起 先分四阶段来说 挑选LED灯 电线的选择 限流电阻的公式 供电的种类 LED是一种可以有多种颜色的选择 而且相对不会发热的发光零件 以外形来说 有分插件式 Deep 跟贴片式 SMD 两种大类 插件式还有分透明的封装 乳白色的封装 对应颜色的封装 只有对应颜色的封装 可以从外观分辨颜色 其他只能接上电源 才能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 在尺寸上最常见的直径有5mm跟3mm两种 就看你的模型需求来挑选 然后LED会有两支接角 比较长的是电源正极 比较短的是电源负极 我们接上电源试试看看 透明封装的光 投射角度很小 可以用在需要集中光束的场合 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连接压克力条 就能展示出光棒的效果 必要时 在压克力条上面用砂纸打磨 或者用挫刀刻出线条 这样光就可以从这些地方投射出来 如果你用的是这种乳白色LED 那投射光角度就会大一点 可以适用于需要均匀光的场合 你也可以加上罩子让光线更均匀 但如果你的模型能放的空间很小 那你可以采用贴片式的LED 尺寸通常有0805、0603还有1206这些比较常见的规格 当然还有更多不同的规格 有机会我们再来仔细介绍 这些贴片式LED特点就是小 可以塞在更小的空间 我们可以透过点亮的方式来确认它是什么颜色的 看到它的光是大面积扩散的 所以可以用在比较需要均匀光的地方 也因为它很小 所以可以当作点光源来应用 接下来要怎么选择电线呢 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常见的电子线 把电线剥皮之后 先用烙铁沾上焊席在铜线的前端 LED要焊接的地方也可以上一点焊席 记得烙铁先碰出要焊接的地方 预先加热 再把焊席靠近接触 就可以很容易的焊上焊席了 你看这就把LED的电延伸出来了 如果你觉得电子线太软不好定型 你也可以买这种单芯线 要塑型就方便多了 但你还是觉得电线太粗了 你可以用这种OK线 它就是电子单芯线的极细板 可以让电线塞入更小的吸缝 你可以先把LED用双面胶带固定在桌上 这样焊接时就比较不会被喷飞 我们建议可以用比较尖的烙铁头 搭配可以及时控温的烙铁 因为一般烙铁温度太高 很容易就把LED的封装焦体整个融化掉了 因为焦体是一泡洗素质的材料 耐温大概最高就是300度10秒钟 一般烙铁温度都远超过300度 所以选择恒温烙铁比较适合 可以将温度设定在280-300度之间 焊接成功率会高很多哦 你看贴片型的LED这样焊接就非常的搭 但贴片型的LED缺点就是太小了 所以焊接时需要更有耐心 或者你也可以买七包线 这种电线表层有上一层绝缘器 必须先把焊接的地方用小刀刮除绝缘器 就可以顺利吃锡了 要更极致的七包线 我们称之为飞线 它的直径只有0.1mm 比头发师还细 这就可以用在更极端的地方 当然你的眼力也要够好 可以搭配显微镜来焊接 以上就是比较常用到的电线选择 接下来要搭配限流电阻 因为通常供应电源有很多种 像这种两颗干电池串联的四三服务 三颗干电池串联的是4.5V 还可以用USB长期供电的5V LED不同颜色需要供应的电压也不同 像红色橘色黄色黄绿色电压都在1.2到1.8V左右 白色蓝色紫色翠绿色电压都在2.8V到3.2V左右 所以如果电池4.5V直接接上1.2V的LED会变成怎么样呢? 你看烧坏了 BBQ了 所以不同电压搭配需要每一颗LED串联一个对应电阻 因为它可以限制LED的电流不至于烧毁 所以电阻在这里称之为限流电阻 那电阻到底要用什么规格才适合呢? 它有一套公式可以计算 电阻等于电池电压减LED电压再除以电流 通常LED建议电流是0.02A 假如你的电池是三颗串联就是4.5V LED端电压是3V 那就可以计算出合适的电阻规格了 会很复杂吗? 我弄一个表格好了 你可以参照表格的搭配 斟酌选用合适的电阻 如果你不希望LED太亮的话 就可以改用这张表格来选择电阻 是不是很贴心呢? 然后电阻的种类也有分直插型的跟贴片型的 都可以使用 就看你的空间与焊接技巧啰 焊接电阻采用串联的方式连接 强烈建议一颗LED就接一颗电阻 如果偷懒共用电阻的话 就会发现每一颗的亮度会不一样 焊接好之后 可以先送电测试看看是否正常 然后你可以用胶水把LED焊接的地方做绝缘 或者可以采用热缩套管来达到绝缘的目的 最后供电比较常见的可以选择这种电池盒 有两颗的是三伏 三颗的是4.5伏 或者水银电池更小 水银电池有分1.5伏跟3伏的居多 因为LED通常都需要1.6伏以上才会点亮 所以可以建议选择2032这种三伏特的电池 水银电池电量也会很小 但可以塞入更小的空间 如果你觉得一直换电池很花钱 你也可以用更极端的方法 直接用USB供电 可以购买像这种的USB母座 最好选择搭配延伸电路板的版本 这样焊接就比较方便 好啦因为篇幅有限 先介绍基础的做法 如果有想再更深入的让LED玩出更多花样 请在留言让我们知道 也谢谢你们的观看 订阅频道并分享出去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次见 拜拜